好,那我们接下来跟大家提一下如何透过Ebsco的APP来下载电子书 那首先的话呢,您需要具备的就是Ebsco的Mobile App 那这个APP的话,你可以在Google的Apple Store或者是Play商店当中找得到 那APP它需要做认证,大家可以参考认证的那一个影片 那我们认证完之后点开这个APP 那可以看得到画面的上方有我们的名字 还有就是我们的学校的单位 那我是用公司的账号 那这个APP的话呢,下面有四个功能列 这个Home键就是主画面 这个放大键可以做搜索 那再来的话,爱情是我添加的资料 人头的图示的话呢,是我的基本资料 那我可以在这边做登出 接着我们如果要使用电子书的话呢 要请大家点放大镜 那放大镜的话呢,我们可以开始做搜寻 搜寻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打上关键字做查找 那我们搜寻的时候,比如说搜寻管理 那搜寻的时候下面会有建议的词汇 那搜寻之后就可以看到结果 那这边要跟大家提一下 我们的这个书籍的话呢 就是要看图馆是订购哪一个版本 Ebsco总共有190多万册的电子书 分成不同的套装 那有单本的订购,也有整批的租刃 所以每个学校查找到的都不一样 所以我这边所操作的书 不见得会出现在大家的搜寻结果当中 那这边的书籍可以看得到 我做管理的搜索,所以可以看得到有这个 就是符合的,会标示不同的颜色 那右边的这个爱心符号指的就是 如果这本书你觉得不错,你可以加一个爱心 这个爱心等一下会出现在下方的爱心选项当中 那如果这个书我需要就是点开看一下 它的内容的话,我可以点击书的名称 这边可以看得到书的基本资讯 包含它的详细资料 还有作者等等的讯息ISBN号 那这本书呢,有显示可用 有三本,共三个可以借阅的副本 那这跟图书馆价值上有三本书是同样的概念 也就是说,如果我今天借了这本书 那其他人去价值上就看到两本 那也就是打开这个网页会看到是两本的意思 那如果三本都被借出去,就会显示三本 那可能就会显示零 那零的话呢,就是代表目前都被借阅中 那如果我们订购的版本是三个版本的话 就会有这样的状况 那有的书是不限人次的版本 那有的是一个人版 所以每个学校订购的不一样 那如果我要下载的话呢 下方有一个下载电子书的一个按钮 大家点一下 那点一下之后呢,可以看得到我要借出的时间 那借出的时间的话,这边显示最多七天 那实际上每个图书馆的规定也不一样 从一天或者是七天或者是不同的天数都有 我可以点这个加减来做天数的一个增加 那七天的话呢,我选好之后点下载电子书 系统就会开始做下载的动作 那这边请大家耐心等它跑完 不要跳出去 它不会在背景当中执行 接着我们跟大家提一下 这本书好像是俄文的 那这本书的话呢,下方有这个不同的功能选项 那如果你要翻页的话 你可以按下方的箭头左右可以进行翻页 或者是你用手去滑这个荧幕的话 也可以做这个翻页 所以这边的话,像我现在是用这个滑的方式来做一个翻页 那如果是下方的左右的话就是整页翻 然后下方还有一个这个bar 你可以直接跳转到你要的比如说第六十二页 所以这个下方的选项也可以让大家去做跳页的选择 那下方的功能列跟大家简数 最左下角的这一个 它会有书签、目录、检索跟前网页 那实际上这些功能在下方都有 它只是把它集中在这 那比如说这个书签 书签的话呢,要怎么加 我们现在点书签看来是空的 那这时候我们就回到这本书 这本书的话,假设这一页我觉得不错 我可以按右下角的书签 大家看到颜色有不一样 那我再回到左下角的这一个按钮 选了书签 就可以看得到 五十一页有被加入成书签了 所以我按一下五十一页就会跑到这里来 所以如果我对不同的页数看一下觉得内容不错 我可以点这个右下角的书签 然后再到左下角这边来 就可以看得到我的书签的内容 那五十五页 那我如果要取消的话 再按一下右下角的书签 再回来这个书签可以看得到剩一个 所以取消跟加书签是这样子的一个模式 那左下角的第二个选项就是目次 那这边的目次大家可以直接点选你要的 就是目次它会直接跳过去 那左下角的这个目路跟目次是一样的 所以功能它把它拉出来 那中间这个大A跟小A的话可以看得到 如果你要符合宽度 荧幕的宽度可以做选择 那下面的荧幕的底色可以切换成三重颜色 深色的 阅读起来比较不会那么累 然后白色的也可以 那中间是不同颜色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PDF档 那如果字太小的话 可以像我这样子用两手去把它放大缩小 那右手边的第二个 就是搜寻的功能 我们可以在这边打上我们的关键字 做查找 做这本书内文的搜索 但因为这是俄文 所以我可能打一个数字好了 找不到 一个单字可能没办法 那再来是左下角这边呢 还有一个检索 这个检索刚刚的放大镜是一模一样的 那左下角还有一个前往页 前往页的话你可以指定页嘛 比如说我要到99页 你可以直接从这边开始看 所以这个是书籍的部分 那书籍的部分 我按左上角的上一页回来 再按左上角的上一页的话呢 就可以回到我搜寻的结果页面 那这本书如果我觉得俄文的我看不懂 我还要找其他语言的 那我可以在这边看一下有没有其他的选项 那我如果就是这本书如果我觉得不错的 我们都可以加上爱心 爱心的话在右下角的第二个按钮 按一下爱心可以看得到 这边上面有两个标签 喜欢的项目跟电子书 喜欢的项目就是我加过爱心的 都会放在这里 电子书是刚刚我下载过的 还有我之前下载的 那可以看得到 就是 这边它会有到期日 到期日的话就是系统 它会自动设定 自动归还 比如说刚刚借一天或借七天 时间到了之后 它会自动归还 所以电子书不会有预期的问题 那它就是系统自动还 那如果被还了之后 你在你的手机上就没办法 就是再看 你要重借一次 那我们所下载的电子书就存在这里 它可以离线做阅读的 所以没有网路也可以做阅读 那这边看到有中文书 那中文书的话就 如同我们刚刚提到的 看我们读书馆订购的是哪个版本 但Exco主要提供 英文或其他外文书为主 整个190多万册的书当中 中文的好像只有7000多册 所以这个是跟大家提一下 那书籍的话呢 就是我们点一下这个中文书 给大家看一下 这边有一个阅读下载的电子书 就不是下载了 因为我已经借出 那我按一下阅读 这边的话呢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 我们点中间的大A小A 它会出现字的大小的一个选项 也就是如果不是PDF档 我是那种EPOB格式的话 它就可以在这边自由的去做放大缩小 那这边就不是用手 两只手的放大缩小 必须要用这个就是点大A小A之后 出现的加键来做一个添加 那这边的话呢 如果大家是要用两只手多放的话 其实也是可以的 那只是说两只手的缩放 它不能重新排版 那如果是大A小A的话 它的这个大小的话呢 它是可以自由的重新做排版的 也就是像我现在看到这个页面 它是重新排版的 所以不会说只放大中间那几个字 像我现在只放大中间这几个字 用两只手 那如果是大A小A的话 它会有这个整个页面 重新排版的功能 那这个是 如果你下载的是EPOB格式的话 会具备这个效果 那其他的功能都一样 好 那接着的话呢 就是跟大家提一下 那如果手机下载了之后 这边有七天八天到期 时间到它就自动做归还 那EPOB格式的电子书 目前只能 就是透过APP来做下载之后阅读 那你没办法直接在线上阅读 这个功能会在日后慢慢开启 好 那今天的介绍到这边 谢谢大家